嗨,我是宝可梦,今天大家都好吗? 好,最近呢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在Portpoint上面看到这个就是 到底什么是银行呢?银行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的 就是这个傅宝宝这个所谓的精英的骗局 那当然,进行书不如无书啦 所以我觉得我在里面看到一个这样的概念 我也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我自己最近阅读之后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就往下看吧 来,今天的主题叫做什么是银行?银行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往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银行的由来,银行是怎么产生的 那再来的话呢,银行是金控跟财团把持 那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真的是获利吗? 或者是说,银行会照顾它的客户吗?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在跟银行打交道 甚至是银行在跟KOL做合作 做推广他们的产品的时候 大家在背后一定要去理解一下 最深层的一个含义 银行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么做,对我们是有利可图 还是对银行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搞清楚银行背后的真正的动机 那么也许你就会完全的去看透这个所谓的银行业 或者是这个行销业的这个整个活动的意图 好不好? 好,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 那第一个就是银行的由来 所以其实,我相信大家就是 已经跟银行往来这么久了 尤其是我们用信用卡用了这么久了 常常在看我的文章 或者是关注我频道的人都知道 我们其实好像与生俱来就知道说 我们就是要把钱存银行 就是要跟银行打交道 但事实上,银行的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你们也可以当做是一个小知识这样子 基本上的话 银行它一开始的 这个所谓我们的信任的这个货币这东西 其实应该算是借据 那它的借据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宝可梦在彰化 然后呢,我要去台北批货 回来彰化卖,我要赚钱 那我如果我身上带了十枚金币 然后要北上走的话 万一要是路途遥远 忽然间有海盗或是强盗 要来把我的钱抢走怎么办 好,为了安全起建税 我就把我的钱放在当地的银行 然后我就拿了一张借据 说哦,这就是我的十枚金币 所以呢,我就带着这张纸 就那个千里迢迢的往北 去北上呢,去批货 好,我到五分谱去批货了 那批完货之后呢 我就把这张借据呢 就交给了这个五分谱的商人 就说,你到时候你呢 去银行里面拿这张借据 你就可以去领出你的十枚金币 那我就开开心心的拿着我的货 然后就回来彰化卖了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银行的一个起源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 货币保管的一个场所 那慢慢的就是 它可以提供一些不同额外的 这所谓的交易的功能 比如说汇兑 或者是存体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银行的 这个所谓的交易的模式跟雏形 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会发现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呃,银行它可以在 因为你的钱 还放在它的这个 所谓的系统里面的时候 那你出去做借据 它可不可以把这笔钱 比如说十枚金币 它把宝可梦的九枚金币 再拿去借给其他人 那其他人的话呢 它可以再拿这九枚金币呢 存进去它的银行里面 然后银行呢 再把这中间的 比如说十分之一 8.1枚 再拿出去借给他的人 所以这个钱就会无形增中 就会有原本的十枚金币 慢慢的增加为 二十枚三十枚 甚至增加到十倍 就是一百枚 一密 这么多 这就是我们所谓 现在我们全世界流行的 这所谓的货币的制度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其实看到这样子的说法 当然我觉得的确大家都是这样做 你这样子做 包括台湾也是一样 但是你也不免去担心说 当你的货币一直不断的这样子 膨胀下去 你唯一有可以信任的部分 就是你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或者是你对这个国家的信任程度有 所以你相信他说你这个是 他这个是一千元 你就相信他是一千万 但是呢 你现在讲一个 我们比较近的例子好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振兴三倍券 振兴三倍券是政府 拿纸去印出来的东西 他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有三倍三千块的价值 所以你用一千块 买了三千块的东西 你就会相信他是有这个价值的 因为我们信任政府 但事实上 这也不是一种量化宽松政策 他撒了钱 他印了钞票 让你相信 这是你多得的钱 但事实上的话 你会相信 你去想一想 你就会发现 这其实是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 甚至是 你的钱放在银行里面 存在银行里面的钱 其实是变相缩水了 因为当通货膨胀 大家的这个钱 都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放在银行的钱就那么多 事实上他是相当程度的 是慢慢的减少 这是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情形 这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也不要觉得说 政府发行三倍券 或者是他送你钱 或者是这个 这些调整你就觉得很开心 其实没有 这其实都是慢慢的往上通货 往这个通货膨胀的方向走 那事实上 我们自己本身的金钱的购买力是慢慢的下降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那事实上现在的银行的体系运作只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解释给大家听了 你就知道到底银行的由来是什么 好 那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银行为金矿跟财产所把持 本质是获利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没有错吧 因为 不管是公股银行或者是民营银行 他们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宗旨 就是赚钱 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银行不是像宝可梦一样吃素的 好不好 生意人在上严商 所以赔钱的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他绝对会设一个停损点 这个停损点到了 没得赚 他就不会再继续做 像玉山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显力 好 比如说他的优惠去年给的很好 但今年到下半年之后 他就直接收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再继续赔下去 因为生意人还是会精打细算的 所以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搞清楚一点 跟我们交手的银行 他是企业 而且他的最终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赚钱 他所发行的信用卡 他所发行的金融商品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赚钱 只是说他可不可以赚到你的钱而已 聪明的人呢 跟着我 你不会被银行就是A到钱 但是呢 比较不知道这个中间美港的人呢 一般的消费者 一般消费大众 他可能不知道 他就去掉入银行 或者是这些广告商设计的金融陷阱里面 那他就会缴到比较多的循环利息 或者他不知道怎么使用信用卡 不小心多缴了循环利息 这部分的话就是银行他们获利的所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现实的一部分 因为否则能度有缘人嘛 所以我的影片也不是这么有影响力 到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到 所以一定有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有人不知道银行靠的 就是我们去使用他们的金融产品来赚钱 所以呢 这一部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就是你使用的所有的金融产品 你付出去的不只是有型的 这个所谓的比如说申请信用卡 或者是申请账户的这些成本而已 甚至无形的部分 其实你的资产 就好像我之前讲过的那个概念一样 就好像是一个golden cake 是一个金的黄金打造出来的你的蛋糕 就是你的资产 那银行他们只是每次从管理你的资产 就从你的资产里面 就削一点点削一点点 这所谓的金屑 他从每一个使用者的身上 削了一点点金屑 全部集结起来 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 所以之前在2008年 这个所谓的金融喊笑风暴 发生的时候包括就是美国那边的资产风暴起来的时候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跑到华尔街前面去做抗议 都觉得他们是贪得无厌的这个所谓的剥削者 他们非常的不喜欢华尔街的这些人是这些银行家 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其实基本上不像我们的服务业 或者是所谓的制造业是真的有在做真正的劳力付出 而是只是凭着纸上作业 甚至设计出非常复杂的产品 像美国的话就是衍生性的金融产品 甚至在台湾的话就是所谓的联动站 害了好多人就是血本无归 这都只是因为他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金融商品 并且把它推给所谓的消费者 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买了这些产品 承担了没有必要的风险 所以他们的金钱就这样损失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好像过了十年 十过境迁都没有人再去提这件事情了 但事实上银行它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的 就算它现在包装的再可爱 包装的再可人 再有质感 它的本质还是一样的 它的本质其实现在就是他们也是掠夺者 好吗 所以呢银行是金控跟财团所把持的 它的本质基本上就是获利 好所以你在跟银行打交道的时候 你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你去看你所有的合约的条文 你都一定要一字不漏去看 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保护自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第三个问题是 你觉得银行会照顾它的顾客吗 好我们来想想看最近的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某高山银行他们的理专因为投资失利 然后挪用了客户几千万的资产 客户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对账单的时候发现 这个钱怎么差那么多 所以才东窗事发 那他们跟银行就是举发之后 银行去重新调查这个理专的这个经手的金钱 才发现哇我居然有这么大的漏洞 可是你觉得这是唯一单一的例子吗 没有 其实在这里几年之间 好多好多的银行的理专都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你还相信理专吗 我觉得你的钱是不是应该要自己管 好比较安心 因为如果你把你的钱都拱手让人都让别人来管 难免别人不会有可乘之机就把你的钱拿去挪用 但是如果他把你挪用的钱最后也亏钱了 甚至在鬼不解 神不知鬼不解的情况之下把你的钱都倒走了 你甚至都还不会去看你的对账单 那这样子根本就是对他来说就是无本生意啊 所以我觉得银行或者是说这些理专根本就不是在照顾我们 或是在乎我们这些客户好吗 你的钱只有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才会在乎你自己的钱 别人根本就不会管你的钱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 当有任何人要拿你的钱 打你钱的主意的时候 你真的都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银行的理专 我觉得你可能都要把你的戒心升起来好吗 因为他领的不是你的钱 他领的钱是银行的钱 银行叫他卖产品 他就得卖 所以他卖的这个产品 有没有对你做利益揭露 是不是他卖了你这个产品之后 他可以赚到好多好多的佣金 可以让他买车子买房子叫房贷 但是却赔了你的金钱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银行是不是会照顾自己的客户这件事情 你真的要去仔细的去思考 所以我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真的想很多 而且我也不知道说 这也是到底该不该讲出来 因为你讲出来就打人财路 但是你不讲出来 难道大家就要永远都是无法就是翻身吗 永远都是被人家就是被人家欺负吗 我觉得消费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还是很希望用很严肃很震惊的 这个一集节目来跟大家探讨 这个银行的本质是什么 你是不是也被那些广告跟幻元桥给洗脑了 如果你还抱持着对银行有着美好想象的人 请你还是醒醒吧 好不好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最后的话有三点提醒大家 你要怎么保护好你自己的资产 看一下我们的PowerPoint 你的资产呢不要只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钱不要永远都只放在某高算银行 或者只放在某XX信托公司里面好吗 你可以分散到不同的银行里面 或者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大的资产都只交给同一个里专去管理 当你的钱有好几个好几百万的时候 你可以分几个不同的银行 然后有不同的里专来帮你协助服务 是不是也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做某种程度的分散风险 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的资产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不要只放在台湾 或者你有可能可以放到不同的资产类别里面去 比如说你也可以买美国股票 美股ETF 或者是比如说像黄金这种所谓的实体的 这个所谓的商品的部分 它都是有可能帮你做分散风险的部分 但是呢每一个不同的类别 你都要花很多的心思去理解 不是说我叫你买这个你就买这个 而是你要去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并且自己按自己的风险承受度做配置比例 资产配置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真谛就是这个样子 那第二的话就是 不要相信里专 不要把你的账密 不要把你的布置交给别人好吗 真的发生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事情 我每次在收email的时候 只要台湾的金融界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有的银行都会受到金管会的约束 而必须要寄信给所有客户 跟他们讲说 我们绝对不会跟你收你的印章存折 然后就是也不会去动你的东西 但问题就是 有些人就是会把他的印章存折交给李专 怎么这么傻 对啊 你的钱没有交给自己的子女 居然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任何人跟你要你的账号密码 任何人跟你要你的存部 你的印章都不应该要给他 好不好 第三的话就是 请你要尝试的去理解所谓的实体商品 像金或银 甚至是所谓的区块链的部分 事实上 这些新的技术它并不会比较没有保障 反而是未来的一个新兴的可能 如果你对于现行的所谓的金融制度 是有所疑虑 而且觉得它会不会在哪一天 再有第三次的崩盘 好几次的崩盘 比如说像最近美国联准会 他不是又在做疯狂的QE吗 无限量的QE 你这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无限量的印钞票 钞票一直疯狂印下去 我们放在美国的钱 是不是有可能也跟着慢慢的贬值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现在一直在思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们也可以拿去思考一下 那你的钱到底放哪里比较安全 是不是要去买实体的资产 比如说真的金子 真的银子 这些东西 是不是反而有没有可能 对你自己有稍微某种程度的保障呢 因为当所谓的 当这个纸币 这所谓的国家系统 这所谓的金融系统 整个完全崩溃的话 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可以让你拿来做交易的 是不是就是金子跟银子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持多大的比例 在所谓的金或银的这些实体商品上面 但是你可能要开始做一些准备 是否要做一些某种程度的储备 这个部分的话呢 因应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任何的变化 跟局势的改变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再来的话就是区块链的技术 我个人觉得它的本质是好的 但是呢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理解这个产品再行入手 就好像我在推广MCO一样 我也不会非常的积极的要求大家来跟团 因为它都是风险非常高的东西 所以呢我觉得 这些东西就是大家 看一看思考一下 也许对于你将来的资产配置 或者是财务规划的部分 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这一集非常严肃也非常的凝重 但是我希望你们从头看到尾 能够有所收获好吗 我是宝可梦 那个如果你觉得今天这节内容 真的很不错的话 欢迎你按个订阅 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消息通知到你家 也欢迎你把这节内容 按赞留言分享出去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了解到底什么是银行 银行的真本性是什么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